这个问题你就会问到 刘德华是不是都是这样 你刚才那一段肯定不能放的 福生无量听春 大家好我是风水 福生无量听春 大家好我是紫耀 师兄还记得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过 渣男渣女以及西渣体制的面相特征 那么帮助大家在感情路上 避了不少坑 其实也有观众留言 除了情感之外 他们对于什么样的面相比较有财运 也非常关注 我们跟大家讲一讲 对的 我们说一味二味三风水 影响我们财运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拿别人的八字没那么容易 看别人的风水没那么容易 但面相很一目了然 有人说看人先看鼻子 看财看鼻子对的吗 对的 那么我们讲到鼻子 我们跟大家分享下四个很重要的鼻型 首先就是这个财富架构比较大的鼻 就是通常这个鼻梁 就像我一样 对的 比较直 比较挺 那么你意味着它的财运都比较有基础 来路比较清晰的 那么如果你用外人来说 有个全世界的首富 标基 其实都是比较不错的 那其实是不是 鼻子越大就越好呢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越大越好 最重要是从你的面型相匹配的 因为如果你的鼻子很大 面毛四两肉都代表了不聚财的 这种人就鼻子很大 然后面毛四两肉 都是一世都无畏的 看着自己很多的赚钱欲望 但是实际上它的行动力 缺断力 是缺乏的 所以你的财运自然也不会太好的 如果譬如说你的鼻子又大 你的面又够肉 叫做隔隔相入的时候 就是说你有这样的肉望 也有这样的实力 配合你的行动力的话 那你就会有这个富具的格局 就是说鼻子的大小 还有跟脸部的肉的多少 因为面相是不可以独论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将鼻子做到无限大就可以了 对啊 整个面都是鼻子 那么你就有钱了 对不对 那第二个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鼻头有肉 内心无毒 鼻大是什么呢 是眼大又无神 鼻大又吸尘的 是可以平时用来做吸尘机这样用的 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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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说看到鼻大的人 最好就不要见到两个鼻孔 因为我们的鼻头叫做准头 这是一个主要的名词 我们的鼻翼两边叫做我们的甲蚊 如果我们正面看过来的时候 看到这个鼻子 好像我刚刚看到鼻头和鼻翼都很丰富的时候 证明你有财 顾家 有甲蚊 如果是正面看到 很大的两个鼻孔 其实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我近距离看 好像有一两根露出来的 对啊 因为我觉得是把气窒露 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人我见到就很想去插个插梳 给它 因为就像个电键 这叫插梳鼻 然后我没有电我先插点 也不好 那些就是漏材鼻 基本上进多少出多少 因为你正面看过两个鼻孔很明显地对着你 基本上是追不到财的 但是你说到这里 我突然脑海里面的画面 其实曹德邦的鼻子有点朝天的 它不是 它的鼻子这里是很有肉的 鼻头还是有肉的 是 但是它这个鼻液可能不是那么有力 所以它是对的 它是即选之家 所以它是善才嘛 没错 知名 用命就对了 对 那么其实有没有哪一种鼻子 它是 或者运气不是特别好的 我们说 例如是那个鹰嘴鼻 鹰勾鼻 这个是鼻梁可能比较大 鼻头也是勾起来的 这种人应该都可以赚到 始终鼻头也是有肉的 但是这种人通常会比较跟着 所以我们见到 鼻头越往下垂 越在这里有肉的人 他就会 没有那么容易固合到 被人紧紧 以时机的欲望为出发 我建议这些人多些去行线 懂得 不要做那么碾才的东西 因为即善之家 必有如慾 当然这个问题 你就会问到 刘德华是不是也是这样 对不对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们说 真真正正的鹰勾鼻 是这里又倒下来 两边的鼻翼 也是很强的 就是说 他也都赚到钱 但是他也很手材 这些人跟着地交 但是你见到刘德华不是的 他鼻头有肉 但是他两边是很薄的 所以他能赚到钱 但是你看到他以前投资了很多的公司 其实是失败了 他不是标准的鹰勾鼻 明白 那像鼻子方面 我们还没有哪些不好的地方 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那我们对于大家来说 鼻子的话 就不要有一个太明显的 凹痕 或者有横纹的 横纹 对啦 这种横纹也都代表了 是非 官非 那在求财的过程里面 可能这些人喜欢去求一些意外之财 那风险越大 虽然说得益越大 但是也都会惹到很多的 危险性可能会更大 意外的东西 所以千万会建议我们说有横纹的那些善信 千万不要贪 不要有自己贪念 那其实在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一个女孩子 想要选择她的配偶 那她的鼻子当然看上去很好 那和其他五官的搭配 需要注意哪个地方 我经常都会跟大家说 一个人看过去 最重要的是四样东西 第一个首先看鼻 鼻梁是很重要的 鼻梁够高 它进入材的位就够漂亮 跟着鼻头又加上两边的鼻翼 又加上又可以进入材 又可以收到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要看她的面型 够不够圆润 千万不要鼻又大 跟着这个没有四两肉 就代表了其实就算有 它也没有这个行动力 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 第三个我们也要看它的下停 就是下巴兜兜 晚景无优 下巴兜兜就是将这个财运 可以留到去晚景 而不是晚景凄凉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眼神 只要你一个眼神决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好 眼睛 眼睛其实很重要 刚刚我们提了一下 眼睛是唯一一个我们在整个面相里面能够看到神的 男人中的是眼神 女人中的是血气 男人的整个精气神有没有成就 一世人的地位高不高 都是看回这个眼神 一个人眼睛闪肃其实做不到大事 真真正正一个决断力好 目标那么强 还有做事比较从容的人 其实就是眼神 所以一个很强的人 跟你对视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的眼神 看望他的 看望他的 请问什么样的眼神才算是有神 眼大眼小 都不代表了有无神 你看两位歌手 李荣浩周杰伦 他的眼睛很小 但他的眼睛有没有神 有 有就有成就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眼球 或者眼睛 首先要黑白分明 不要变黄 不要变红 还有整个眼睛是有水汪汪的 这种感觉 这种水汪汪代表了活力 亦都代表了他的生命力 因为一个有成就的人 他是很活躍的 死气沉沉 他就不会水汪汪 好 刚才师兄已经跟我们分享了 有眼睛 包括鼻子 包括下巴 额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我应该怎么去看这个人的额 长得好不好 额如幅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额头最好 都好像一个 猪润 嗯 就代表额头 生得比较广阔 量力 饱满 一定要饱满 额头 像乌乌的 这样的感觉 一旦有粒痕 都代表了他的少年运 除了出生也没那么好 而且贵人的 负责 没那么强 额运他是多少岁到多少岁 都是少年运 我们说30岁之前 都算是的 30岁之前 就是额运 那这个额头位置高扩 它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含义 好像我是不是高 高我就是 这个代表翼马位 但是像发肌线后移 是的 就代表了我要去的地方 更加多了 更奔波了 所以翼马生动 看面相 看回这个额头 另外女人来说 额头比较高的话 或者是这个额月幅光的话 也都代表了她的 学习能力 记忆能力 都是比较好的 所以无论男女来说 额头如果是够饱满 也是不错的 行行行行 我私底下问什么 因为我们说完眼睛 又说完鼻子 又说完下巴 肯定是背部 是差的 耳朵也代表了财运 耳朵大的人 其实是很面相 因为古代 叫什么 商耳垂兼者 为之大灭贵 他其实用夸张的手法 代表有福气的人 耳垂和耳朵是比较大 容易遇到贵人 自己亦都比较显贵 还有有福气 而两个耳朵 贴着这个 黎生 亦都代表了这个耳朵 是比较有福气 我们说对面不建议 民事谁家旨 就是我贴着你 什么意思 就是我正面看你的时候 是见不到这两个耳朵的 民事谁家旨 一定是出生在一个 很富贵的家庭 出生家庭比较好 所以你说一下你的爸爸的名字 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那像猪八戒一样 那么大耳朵 怎么说 麻烦的 那我们整个耳朵都要说的 他要跟这个人面有搭配的 如果你的耳朵这么大 那个面那么小的话 其实都是出问题的 对啊 那猪八戒其实是对的 因为这个地方 耳朵代表了神器 代表了一个人的欲望 get到这个点 没错了 那你看我耳朵大不大 都ok的 他最弱的是肾 所以你这样就不可以 对一个人说 你神愧 不是 我神力很足 因为这个神器 精力充沛 水嘛 水就养我们的神 神就养我们的肝 肝胆都漂亮 也都代表了这个人 精力充沛 分三四个钟 等于人就分七八个钟 那其实我觉得耳朵这个东西 都是很重要的去分辨 一个人的财运和经历 是否ok 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这个五官以外 是不是脸型都好重要 那面型呢就刚才都有稍微提了一下 其实 所以有肉嘛 对啦 面圆要饱满都是负贵之上 它会有一种负态出来的 这种负态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福气 Elon Musk也是这样的 是吗 他越有钱的时候 他就越有富态 越圆润 那是有在于他的事业 和财运的 嗯 那其实是不是真的 吃胖一点 他脸圆了 他就夫妻就好一点 嗯 其实不是的 我们说的真真正正的有肉呢 是面有肉 身上呢是可以瘦一点的 嗯 因为呢 我们中国人说的是 是外圆内方嘛 嗯 其实内方的就是 你身体也要方 人也要方正 他给人的感觉呢 这个人的面圆一点 平易近人 和善 处理人际关系都会好一点 很容易结交到贵人 合作的partner 所以在事业方面呢 或者在他财运方面呢 都会多一点的支持者 那么 一个人如果他是比较瘦 比较弱 比较各自面 各自面就是辛苦捱的 嗯 你看到所有的 运动员 龙文工 地盘佬 是不是都各自面 还有这种尊人啊 其实很多 要捱的就是各自面 尖的面呢 其实很难留到他的财 我们看到很多 所谓的蛇声面 对啊 所谓这样的名人或者明星 其实你看到的晚景都是凄凉的 所以我们今天 要最后和大家总结一下 如果要看财运的话呢 首先看鼻 然后看面的饱满程度 眼睛要有神 下巴要扣 刀 跟着呢 那个耳朵呢 要够 要够白 跟着那个耳垂 要够大 这样才是一个富贵的面 不要单看一样东西 鼻带又不行 耳带又不行 综合来看呢 才可以帮助到你去分析这个人的财云 刮程 下巴呢 也都是不够的 对啊 总体来说呢 都是一个 嗯 非常不足 啊 比一下都不如的 哈哈哈哈 但是我还是想听你跟我分析一下 是的 对啊 好了 那我们不如私底下再去分析吧 你刚才那一段 肯定不能放了 好 说笑 说笑 刚才我这样用了反形的例子 告诉大家 这样的面型是不可以的 好了 那我就简单地分析一下 看一下它的面霜 大家看到其实都算是比较圆润一点的 另外呢 它常程是饱门了的 还有呢 因为呢 它年纪到啦 发制线都高了啦 M字压出来了啦 分析能力是ok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一个人的发制线高是不好的 是代表了它多东西想了 还有 鼻头有肉 两边的鼻翼是有这个甘硬包着的 再上升回看它的这个山根 也是有力的 那看回下停 大家给一个側面看看 虽然留住个小肠 但是呢 那个下巴呢 都是有一点小小兜的 那我们说 下巴兜呢 就一定都代表了 晚景上面会有一些支持 还有它这两边是有肉的 那我们如果是这样 一路看下去呢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耳朵是小了一点的 就多些睡觉啦 因为有腎可能有少少亏的 可能以前少了给女生捏耳朵 那不要紧了 不要紧了 通过中医 神规神虚 都可以调理的 帮忙我们捉油水 帮帮你啦 好啊 感谢师兄的点评 下回我要练一练猪油素 把耳朵练大 好 感谢这次师兄的指点 谢谢我们今天这么多丰富精彩的节目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福生无量天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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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